大家好 这个上海的首富 听说要出狱了这个人 据说他就是某些权贵的白手套 他叫周正义 前一段时间国美的老板出狱了 国美的老板是一个广东潮汕的 叫黄光玉 当年在北京特别风光 据说也是某个权贵家族 想 就是拿干股 但是提供保护 等于就是收保护费 黄光玉拒绝了 然后就说他偷漏税 当然了偷漏税呀 违法经营啊 行贿受贿呀 贪污腐败啊 类似的现象类似的罪名 你按到任何一个私营企业家 和这种国企的企业家身上都可以都可以按 当然黄光玉 在北京也干了一些 坏事 他也是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财大气粗 像那个 应该是丰台还是 宣武啊就是那个 玉泉营环岛北边 蔡虎营 蔡虎营环岛那不叫环岛吧 蔡虎营丽娇桥的 西北角 有一个小区叫 彭润家园 那个就是黄光玉他们也搞房地产 开发的 后来他们业主要维权吧也发现有一些建筑质量问题呀 以及呀他们阻挠 业主成立业委会等等的 他们也雇佣了黑社会用铁棍子打人 据说都把人打坏了 当然那个 那是十多年前吧 十多年前我从那个 二环上开车 比如说我从南二环 由东往西开 打老远就能看见那彭润家园那个大高楼他楼非常高 上面垂下来的那个条幅 那个白色的白底黑字的 上面写着什么物业是黑社会殴打业主 我们要维权反正就这个 大概的意思啊具体的字我不太记住了 在那个垂下来从楼底 往下垂一个很长的那个 那个条幅吧也可以叫抗议标语 好长时间 很很长时间从那过都能看见 所以想象的出来 中国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吧 丛林社会 弱肉强食 谁势力大就欺负那势力小的 这个周正义啊要出狱了 周正义巅峰的时候自称 自己有4000亿 400亿的家产 父亲出殡的时候 100台奔驰啊 给他 给他父亲出殡啊 很大的排场 周正义他一个人有4家上市公司 还自称是中国首富 周正义那会他有香港的身份证啊 他住在香港 他一到香港马上就花了 花了将近一个亿啊 买下了两栋豪宅 那还都是很多年前了 是吧 现在都买不下来了 还花了几千万装修 成为了刘鸾雄的邻居 刘鸾雄 引起了香港的震动啊 不过 03年周正义 因为他 这个股票的问题啊 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啊 被判了三年多 他的老婆周正义的太太 叫毛玉萍 也在香港进监狱了 毛玉萍 入狱之后啊 香港的大老板 郑玉彤 郑玉彤就是那个 北京的京广中心的港方老板 还有成龙 成龙大家都知道 爱国的 影星啊 这些社会名流 还写信担保毛玉萍啊 这个周正义进监狱之后 觉得监狱太热了 于是就出钱给整个监狱都装上了空调 别人也沾他的光啊 他有钱吗 周正义还贿赂了狱警 让自己提前出狱了 不过周正义 周正义出狱之后不久 就因为贿赂和虚开发票 又给判了16年 还是没摆平啊 看来他挡别人财路了应该是 今年该出狱了啊 他这个人有61年的就长这模样 周正义 上海首富周正义 61年的 61年应该是属牛的正常啊属牛的 他的人生非常传奇啊 他们家小时候很穷 他最初不过是在上海街头 开了一个混沌摊 卖混沌 后来去了日本了 说是留学 实际就是去跑水货 搞走私啊 周正义在日本救了一个女富婆 后来这个女富婆 给了周正义一笔钱 支持他创业 后来他回了上海 又认识了毛玉平 上海人去日本的特别多啊 据说日本 这个语言里边的很多的 所谓的中文 那发音都是吴音啊 吴越方言 江浙方言啊 所以上海人听日语应该比较的 这个顺畅啊 毛玉平也上海人 但是后来嫁了一香港人 俩人生了一儿子之后就离了 后来在香港又认识一个有钱人 这毛玉平 这个人就支持毛玉平创业 后来毛玉平回上海 周正义 跟这个毛玉平俩人走一块去了 不过俩人可能没真正结婚啊 就是同居关系 开了一个装修公司他们俩 后来还投资了很多生意 92年毛玉平 有实力在香港买下一套 400万的房子 400万也还行哈 994年周正义跟毛玉平又在上海的 黄河路 买下了一栋五层的房子 开了一家餐厅叫阿毛 阿毛餐厅阿毛饭店啊 曾经宏集一时 这个饭店一年就可以为周正义毛玉平这两口子 挣几千万啊 那可以啊 94年啊 那都是20多年前 挣几千万 顶现在得10个亿8个亿了 当时饭店门口总停着周正义 那台红色的法拉利 这是上海的第一台 后来他投资股票96年啊 他这个光这个格力一个股票 周正义就获利达几十倍啊 后来97年他们俩去香港发展 当时香港的金融风暴发生 房市是疯狂的暴跌呀 周正义却逆市买了6200万 花6200万买下了香港湾仔的一套豪宅 随后又花200万买了一台宾利 豪车啊 后来周正义花了8600万买下了香港 白家石道的豪宅啊 就周正义这个长相一看就是那个江浙人 江浙人有一部分就长的这种脸型 是吧 反正我在上海也待了半年93年 感觉上海人有好多就长这样 之后这个周正义还拿到了英皇集团 钟表行在内地的代理权啊 好吧 就聊到这吧反正看看吧 这些江湖大佬是吧 他们出狱之后看能 掀得起什么风浪吗 估计 就像老北京过去有句话哈说是叫什么说 是虎你握着啊是龙你盘着